在我们的印象中 朱德一直是八路军的总指挥 是第一任 也是唯一一位 但是实际上 在八路军的历史上 在朱德之前 还有两位总指挥 而且都是国民党的顶级大佬 第八路军始建于1927年 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基础上扩编的 下辖第四军 第五军 第十一军 第十六军 四个军 总指挥是李继生 李继生这个人 绝对是民国的一个大佬级人物 曾经担任黄浦军校副校长 陆军一级上将 民革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 也是六位副主席之一 跟朱德等人并列 1929年3月 李继生被蒋介石扣押 第八路军总指挥的位子 传到了陈继堂的身上 陈继堂也同样是一位 大名鼎鼎的大佬 国民党军中第一批一级上将 尤其是在广东主政多年 号称南天王 不过到了1936年6月 陈继堂联合广系的李继人 白重喜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 两广事变 事变失败后 陈继堂下台 第八路军的番号也被取消了 直到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在全国合作抗战的大势所趋之下 蒋介石统一了 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第八路军的番号也被重新启用 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 从此八路就成了我军的代名词 至于八路军下辖的三个师 第115师 第120师 第129师 则是原来的东北军的番号 918事变后 蒋介石为了分解东北军 将东北军调来调去 围剿红军 想让他们两败俱伤 这三个师也一直是围剿红军的主力 他们肯定想不到 几年后 这三个师竟然成了红军的部队番号 但是被改编为第八路军 还不到一个月 又被改编成了第18集团军 朱德也从总指挥变成了总司令 不过在我军内部 仍然继续沿用八路军的说法 很少有人提及第18集团军 这个称呼 为什么呢 周恩来曾经有过解释 是这样说的 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 而18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 既然是战时编制 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 蒋介石制定这一条 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 看来老蒋这个人还真是阴险 连改编的番号 都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